那么时隔30多年 再次被吴宇森导演搬上了荧幕 我们中国版的追捕 又加入了哪些新的设计呢 然后我走上配音这条路 就是因为追捕这部电影 当时我看了大概 不像30遍这个电影 就是看得最多的时候 能够从头到尾 把这部电影整个背下来 另外我们今天在发布会现场呢 发现特别有趣的一点 你说我很喜欢提爱日本电影 也非常崇拜高尚战 前一阵与他去世的时候 我就蛮难过的 就说我们错失了一个合作的机会 另外就说我对这位伟大的演员 又很敬仰 感觉的遗憾之外 很希望能够拍一部戏 能够向他致敬 来怀念我曾经最爱的一位演员 在那个时代可能感爱感恨 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的真有美 我们是尽量地诠释一个 在这个时代 女性缺失和需要鼓励她们 去有的一些性格特点 到时候电影上映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真有美 那就是电影上映时间呢 其实是明年 并不是今年的大年初一 也许1978年